大家好,欢迎收看警长音乐课堂 我是魔幻之声口琴乐团的团父 本节目由警长独家冠名播出 另外还有警长的好朋友SE 为本节目提供了SE2300麦克风 非常感谢SE 今天团父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和弦的功能 那么这期视频会用到和弦的命名 以及和弦级数的相关知识 如果没有看过相应视频的话 一定要先去看一下 更重要的是要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这个视频 这样世界就会充满 就会让每个人都学会和弦 关注订阅警长音乐课堂 获取更多乐理知识提升演奏技巧 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 在一个大调音阶当中 我们有1级2级3级4级5级6级7级7个顺阶和弦 这7个顺阶和弦全部都是由这个音阶内的音符构成 比如C大调的顺阶和弦 所使用的音符就只有抖人密发索拉C而已 这点很重要考试要考的 那我们已经知道1级和弦叫做主和弦 有舒适的归属的家里的感觉 5级的和弦叫做鼠和弦 通常我们也用鼠7和弦来代替鼠和弦 会有紧张的不安的感觉 那5音是主音上方的纯5度 5音也叫鼠音 5音的和弦也叫鼠和弦 主音下方的纯5度 Do Si La So Fa 也就是四音 就叫做下鼠音 四音的和弦就被称为下鼠和弦 下鼠和弦是一种介于主和弦和鼠和弦之间的和弦 它既没有主和弦那么稳定安逸 也没有鼠和弦那么紧张不安 我们把一首乐曲比作一次旅行 你可以把主和弦看作你家 鼠和弦是野外 下鼠和弦就是介于家和野外之间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朋友家 那我们现在就试试看用这三个和弦来讲一个故事 好 首先第一个故事就是小明 他很宅 所以他一直都在家里 这个故事就比较无聊 那我们的第二个故事就是小明 他从家里出发 到了野外 觉得很想要上厕所 就回家了 这个故事就稍微有趣一点 因为这个小明有在到处活动 那我们的第三个故事就是 小明 他从家里出发 因为他比较有朋友 所以他先去了朋友家 然后他又从朋友家出发 去了野外 最后他想要上厕所 所以就回家了 这个故事就更有趣了一点点 因为小明在不同的地方都玩了一下 不过除了有趣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 主和弦 鼠和弦 还有下鼠和弦之间的进行规则 从家里可以直接去野外 从家里也可以去朋友家 再去野外 但是如果你在野外了之后 当你很着急很焦虑的时候 你就只想回家 而不太会再去朋友家 当然如果你真的很想再去朋友家玩一下 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一般人都不太这么做而已 那现在我们已经讲了三个和弦了 还剩下四个和弦 看看他们是不是可以被归类到 自己家 朋友家和野外这三类里面 我们先看到二级和弦 瑞发拉 好像和四级和弦 法拉多有一点像 所以他应该可以被归类到 朋友家那一类 也就是下属和弦那一类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和弦极数那一期视频里混淆了这个和弦进行的极数 我们再看三级和弦还有六级和弦 都有C大调这个音阶的三音 我们在和弦的构成那一期讲过 三音是决定了和弦性质的音 这两个和弦都包含了主和弦的三音 所以他们两个在这个调性当中听起来也会有加的感觉 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被归类到主和弦那一类里面去 不过他们和主和弦还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听一下从鼠七和弦连接到主和弦 三级和弦还有六级和弦分别是什么感觉 虽然鼠七和弦到三级还有六级和弦都有解决掉的感觉 但终究还是不像在家里那样安逸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三级还有六级和弦看作是一个离家里比较近的地方 比如你家小区 还剩下一个七级和弦和鼠七和弦长得比较像 所以就可以归类到鼠和弦这一类 而且因为鼠七和弦已经包含了七级和弦的所有音符 并且五一解决已经是音乐家们心目当中最神圣最完美的终止式 所以七级和弦就很少单独拿出来用了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七个不同功能的和弦 其实只有六个了 结合主和弦鼠和弦还有下鼠和弦的规则来讲一些有趣的故事 最烂大街最著名的故事应该就是1563 4125 讲的就是小明从家里出发 到了野外 觉得很紧张想要回家 于是回到了小区 在小区里转了一转 犹豫要不要回家 然后决定还是先去朋友家 之后又回到自己家坐了一下 又去了另外一个朋友家 之后出发到了野外 最后因为紧张 所以又回家解决掉的故事 那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创造和弦进行 比如我想先从家里出发 然后再到小区里面 再到朋友家 再到野外 之后再回到小区里面 然后在小区里转一圈 再去朋友家 去野外 最后再回家的故事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关于和弦的基本功能 有没有学会呢 欢迎弹幕和留言跟大家讨论 喜欢景长音乐课堂的话 记得点赞和关注 让更多人看到我的视频 如果有口琴 保养维修 演奏技巧 和乐理辅导的需求记得联系团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请找 过来